七种快速打开任务管理器的方法 任务管理器是Windows系统中 用于监视和管理计算机系统性能 关闭不响应的程序 查看正在运行的进程 以及解决系统问题的工具 当你遇到上述问题 可以使用以下方式打开任务管理器 对系统性能和运行中的应用程序 进行检查和管理 一、用快捷键Ctrl Shift ESC是最常用的方式 可直接打开任务管理器 二、快捷键Ctrl Alt Delete 需要在弹出的菜单中 选择打开任务管理器 三、右键点击任务栏 在屏幕下方任务栏的空白区域右键单击 注意是空白区域不要选中任何图标 然后选择任务管理器 四、Win加X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组合 可以打开Windows10及更高版本中的 高级用户菜单或快速链接菜单 包含许多系统管理工具和选项 其中包括任务管理器 五、搜索框 在Windows10或更高版本中 你可以使用任务栏上的搜索框 来查找和打开任务管理器 点击搜索框 键入任务管理器并按Enter键 六、Win加2快捷键 用该快捷键打开运行对话框 然后键入TSKMGR并按Enter键 值得注意的是 苹果电脑的MacOS系统 也有一个类似于Windows任务管理器的工具活动监视器 可以查看和管理正在运行的进程和应用程序 但是启用方法有所不同 方法一 使用Spotlight搜索按下键盘上的Command加控格键 打开Spotlight搜索 在搜索栏中输入并点击活动监视器 它将会启动并显示正在运行的进程列表 方法二 使用Launchpad 在Launchpad中找到其他文件夹 在其他文件夹中找到活动监视器 方法三 使用Finder在Finder菜单栏中 点击前往 然后选择使用工具 在使用工具文件夹中 你会找到活动监视器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